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股市几乎是原地不动 上海和深圳的涨跌 各由上海轻微上涨 深圳轻微下跌 但是幅度都在0.3%左右 另外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并没有出现太多的下跌 但是美国三大指数分别从高点回落 这也是2018年美国道琼斯指数首次下跌 但是幅度也都非常低 平均都在0.15%左右 那么在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昨天上涨0.4% 重新回到大约是1320美元左右 石油价格也同样上涨1% 目前又达到了过去两年的新高 那么在比特币上面 比特币价格在昨天 特别是今天白天时间出现了大跌 一度是达到了12000美元 下跌幅度大约是达到3000美元左右 那么其他方面呢 这个美元指数在外汇上面呢 是经历了大涨大跌 所以在昨天晚上到现在呢 各大非美货币也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 今天这段话题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是现在我们看到A50的上涨 其实呢 并不是完全代表着中国的经济在强劲的恢复 在昨天我们知道A50是再一次刷新的新高 而且是冲上了过去两年以来的高点 那所有的朋友们呢 如果是之前这个有投资A50的话呢 到目前相信是心里非常开心 但是其实A50很大程度的上涨呢 并不代表着中国的经济就像它的走势一样 创出两年的新高 我们知道中国这两年的经济一直属于一个叫做L型的平稳 触底阶段 那么什么时候这L型的底部能够开始反弹 这个呢 大家都急于想知道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我们知道呢 A股虽然说是特别是A50的核心指数虽然出现了较大的上涨 但是中国的GDP数据包括各项指标并没有像A50一样同样有这么强的上涨 换句话说 中国特别是中小企业 比如说创业版 比如说这个新三版 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股价在对比一年前的价格 还有较大幅度的跌幅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虽然说是很大幅度的跌幅度 并非这么好过 那么在第二张图中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个就是在江苏工业园区的一家500家 日本东京 全部将会撤出在华的员工厂 同时采取最后的员工 最终也是会失业 但是现在呢 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就是呢 很多时候啊 咱们说到这个世界500强 纷纷从中国撤走他们的制造业工厂 但是似乎政府并不着急 而且网上的民众呢 也没有太担心 可能政府想着你这么多的厂 6000多的员工 一年创造的效益还抵不过我卖一块地 那同样的话呢 员工 特别网上的这个网民们 也都说啊 这个500强撤走了以后啊 会有10个 100个华为 腾讯 阿里站起来 来弥补他们的份额 所以说啊 这个国外的企业撤离 是他们自己放弃中国市场 意味着中国企业已经无比强大 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呢 我一直觉得 呃 其实应该是非常不对的 至少我本人是非常的不赞成这样 我们知道外资企业 它是说到底是商人啊 那么在商言商 他如果有钱赚 他为什么要走啊 就说明是赚不了钱 或者说未来可能赚不了钱 那为什么会赚不了钱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土地成本 人力成本 税收成本都在不断上升 原先的这个人口红利啊 这个低劳动力 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呢 普通一名制造工人可能月薪是5000 但是在交完五险一斤之后 对于企业来说 他的负担可能就是一万 因此大部分的制造业 目前特别是这个 呃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正在纷纷远离中国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这过于乐观 虽说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 但是很多的核心技术 高科技技术 目前至今并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啊 虽然我们也有像这个 啊 华为 中兴 小米 或者说像阿里啊 等等这些高科技企业 但是呢 还是远远不够 况且这些大规模雇佣 咱们中国员工的企业 随着他们撤走 这么几千人的范围 几千个家庭 从此收入就给断了 你想想 这会造成多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所以有的时候 咱们网民不要盲目的乐观 啊 制造业撤走 关厂 或者说是厂房的倒闭也好 撤资也好 永远不可能是一件好事 啊 不论是在社会稳定 提供就业 还是说给政府纳税上面 当然是厂越多越好 雇佣的人越多越好 哪有喜欢人家走的这种事啊 啊 所以关键我们是希望的说 啊 一个厂走 不可怕 人工成本上升 也不是很可怕 可怕的是呢 咱们呢 这个夜郎自大 盲目自信 啊 觉得人家走 反而是一件好事 或者说反而对中国的经济是好事 这样呢 就万万不可取 啊 所以咱们总结的结论今天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A50 创出过去两年的新高 但是中国的经济未来特别是制造业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咱们心中一定要有感称 中国的经济目前是严重滞后于A50的涨幅 好了 今晚咱们需要注意的事件 说一下啊 是在今天晚上12点30分 美国会出台他们一个叫做PPI 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么所以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美元和美股可能稍有些影响 啊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